听法师讲经其中有一句 一饮一酌都是前定 万事离不开因果 请问情业用了吗 在我刚进佛门的时候 什么也不懂 被人拉着受了五戒 很不情愿 直到现在有时候还在烦恼 我该怎么办 你说这个情业是不是男女之情 当然也是莫非前定 这都是因缘 那么这个缘不外乎四种 讨债的还债的 报恩的抱怨的 而现在社会呢 我看抱怨的多 报恩的少 所以离婚率这么高 都是冤家吧 不是冤家不举头 为什么现在遇到都是冤家呢 遇不到报恩的呢 因为是自己啊 失恩少 自己不肯失恩 哪来得报恩的人啊 那自己问问自己 我是不是很乐意帮助人 是不是啊 有机会就尽心尽力去帮助别人 广实恩德 不计较自己的 力量 不计较 人家回报 诚心尽心尽力的去啊 奉献 你是不是这样的人 如果你施价的人 那你报恩的人一定多 你看师父上人 一生没有私心 全心全力 护持正法 续佛会命 帮助众生 所以 报恩的人很多 来到他身边 都是想要供养他 来奉献 这是他失恩啊 太广大了 那我们自己可以啊 去 去 试一试 我用 半年的时间 我来布施恩德 专注好事 女人为善 你看看 你的境界就能改 可能原来的冤家 他那个对立啊 就化解掉了 业障消除了 那么 报恩的人自然就多了 乐于帮助你的人多了 那我现在就感觉到 这个国报很真实 我自从辞了我的工作 走上这个红法立生的道路 那是真诚心 不是为自己的 真的是希望 能够 序佛惠命 能够帮助 有缘的众生 发了这个心 走这条路 到现在 六年了 境界一年 跟一年不一样 现在呢 护持人有很多 很乐意帮助我的人很多 为什么呢 你也想想 这几年都是在施恩吗 做法供养吗 一切供养中 法供养罪 罪殊胜 罪能利益众生 因为什么呢 众生的苦 就是因为迷 你能令他觉悟 他苦就没有了 排除众生的痛苦 不是说 靠给钱给物质 那个未必能够排除他的痛苦 反而有时会弄巧成作 真正让他解脱痛苦 就是让他觉悟 他即使贫穷 他也能快乐 也能幸福 所以法供养最殊胜 法供养就是让众生觉悟 那过去我也做一些 法供养 这是什么呢 在工作的时候 把自己的收入省下来 做点光碟 印点书 去流通 或者是布施 这个寺院 人家来应经的时候 我们去参与一些 那都是小的 现在我们全部 投入 那我自己现在是没有钱 那我是用内财布施 那师父上人家 内财布施 比外财布施更殊胜 你为众生做事情 贡献的 用你的体力 用你的智慧 去供养 所以现在 这个福报 比以前大了 那么这个时候 重点就在于 不要民 有民的时候 有利的时候 不能够展然 所以现在 我是不收钱 人家要供养 我让他们 供养 协会 或者是 有人发心 做法宝 我让他 供养那里 我自己 不收钱 不沾钱 这是自己 给自己保护我 那么明 现在是没办法 你讲法 讲了六年了 现在确实 有点虚明在外 很多人 听你讲经 这是 摆到不了 那么怎么办呢 尽量 不出门 所以我 谢绝一切 外面的邀请 我不出去 讲经 这个 人家 邀请 我一定是 跟他们讲 你等我将来 成就以后 我呢 一定去保 赶紧你 这样的护士 我们把这些光盘 赠送给你们 听光盘就可以 那现在出去 那只有是师父上人 下达的命令 那通常都是跟着师父上人走 做师父上人的 秘书工作 我自己出去 很少 那么 除非是师父老人家 让我出去 那我才出去 那我自己决定去不去的 我一概不去 为什么呢 要远离名利 一出去 人家肯定是恭敬 礼拜 红包 不得了 我现在还没这个定力 请大家体谅我 等我开悟了 正果了 我有这个定力了 不怕 你红包多多多来 都没问题 我是入入不动 现在还不行 现在只能够远离 在师父上人的保护伞下 成长 看看师父说十年 看看十年能不能成就 十年我五十岁了 本来四十岁就到不获之年了 现在还是有获 还是迷惑颠倒 看看五十能不能捕获 那么我们相信因果 你这生真正有这么多的福报 有这么多人供养 总归还是有 现在不要拿 到晚年 你成就了之后 用你的福报 来帮助众生 像师父上人一样 福报晚年显好 所以大家也不要供养我 供养我 把福报现在都显尽了 晚年没福了 想帮助众生 都帮助不了